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这个选举时遮太阳或被人认不出带带帽 我经常记得叶敏都是这样的 即是演戏那个 真那个 真那个 真那个我所知就是网大帽 大帽是民国出街的特色 以前有人说了衣冠 以前一定是在头上有些东西 今天都要重续 都去到十二月了 錄的时候就是一号 出街的时候就是二号 踏入2016年的年尾 都发生了很多怪事 其中一个怪事就是 这个特首的暗战 我们不可以说明战 竟然拖延了这么长的时间 上一届起码都先出了唐英年 都辞定职准备参选 之后就是梁振英出来 都是明朗的 即使是两个都不知是谁 你刚才提到的比较 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 唐英年最后的说法都没有 大家知道 甚至说给六八九收入 但他那个绿灯就很早开 但今次这个绿灯就迟迟未见 不只是说曾俊华 可能现在就说他收到红灯 但这个语法上都不通 红灯是不可以收的 红灯不是收出来的 除非你看红灯的 但是那条题 我刚才走过的时候 我看到《星大日报》那条题 这里必须有个题外话 就是现在的编辑起题 相当之差劣 差劣在我们做过的时候已经是 但是最后有人把关 这些题是不能播出的 因为曾俊华是不可以收到红灯的 他辞职术 他这个大信封就可以收到 红灯不是收回来的 应该就反过来 是中央向他展示红灯 红灯辞境 没有很多方法 当然这些题外话 但如果他自己都说了 就相信事态也有变 但是即使如此 但也不能说特首选举 完全明朗化 原因就是 即使现在被六八九 六灯叫他go ahead 但是仍然有个疑问 就是 为何这个人选 或者被他入阶 为何这件事会拖延了这么久 从这个拖延 其实你会看到一些 蛛丝马迹 究竟在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我们稍后再说 但是这个 下一任的特首 这个人选 无论这个选举本身 是不是一个选举也好 他不多不少要适应香港一个最新的发展 以至到是中国最新的状况 特别是在经济上那边 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陈文有一些看法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讲 那个看法是怎样的 那个就是 历来 因为中共用人在香港 首先用自己人 用不到自己人 或自己人受不了 用以前殖民政府留下的 但是首选都是自己人 就是自己培养出来 这是面子的问题 也是政治忠诚的问题 故此第一任就是董建华 第二任就是董建华 中间落台 找曾荫权顶上去 找一个以前殖民政府培养的人 但是无所谓 因为他是放在政务司的位置 找一个顶上 好像临急临亡临危寿命 不多割 但是第三任 他都是找回自己再陪的梁振英出来 就不会再在政务官系统 或者是司局级官员 再找一个出来 如果按照这个轨迹 他要再找回一个政务官系统的人 那就是比较丢架 另外就是 当梁振英做了这么久 虽然他都算是忠诚的 執行北京那些静民统治香港 然后将香港制度赤化 搞到中共各方面都干预到香港 得心应手 但是也是令到民怨不好 如果民怨不好 接着未来的几年经济差 忽然间又换回一个港英再陪的人 就看到被外界的人看上来 就是中共缩沙 即是没有用 或者一到危急的时候 又用回舊电池 用回英国的人 这个对他们的民族顏面 就是无存 所以他在用人 他可以考虑的东西很狹窄 一定是自己信任的人 但是又不可以以前97前 已经是高官系列的人 接着未来的几年 又是内外交困 大陆又不行 香港又不行 美国又换总统 对华政策 对港政策 都可能有大的变动 这个刚刚又是 在明年一月 二十多 二十日左右 一月中 一月尾 就有新的美国总统上来 他要应变这些事情 香港更加是 人大释法 港共干预选举 现在又要反悔 将雷动计划 推上去的人 就是声称 要将核能推下来 从头推倒重来 这种局面 如果找一个民望差的人 即使他很忠心 都很难以驾驭 所以就难搞 很客观来看 都是难搞 或者即使中央 北京那边 有一个明确的核心 也好 明确的决策 也好 这么难搞的人选 以及内外交困的局面 很难找一个接班人 接任特首的人 此外就是 更加我们猜不到 更加难搞 究竟是北京哪个人 卖头片那个 我绝对提议 你不要说 由我们节目出了家 以前已经定了人选 只是这件事 它糾纏了这么久 初桌了这么久 我想 如果你仔细看 其实它是老了 我很怀疑 集核心 是否真定核心 是吧 你可以一锤定音 暗示是谁 你不用一定明示 是 它可以顶到底 它用其他方法 有放水 什么所谓的送大礼 不够的人 都能够够够够 但是你现在 12月 我相信那个 迷底都会很快揭晓 另外一件事 我上次和你做的 在英文猜场上 也提过 天威难测 这个在中国如是 但是在美国也如是 现在你的对手 是很难估计的 不是一个由黑林顿传来的人 是一个很多年 没有执政的共和党的人 共和党固然 本身也有一定的思路 但是现在这个人 英文说的 是wild card 你很难估计的 他可能很信他 也可能不是 是的 他可以什么都不做 消窃草取 但是也可能是 亂打牌给你 可能出坏的政策 或者改变 有可能是那些虚张声势 你嚇着你 然后你真的就范 那便吃了你 而且他的情况有点不同 譬如说 你现在去到 我想2017年 就叫做狂人当道 你菲律宾国已经是狂的了 已经是狂的了 已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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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神经 就是独版触到 不用審 枪弊 你不知道南韩那边 会如何 南韩那些件都会换的了 我相信 最惨的就是北韩那件 不知道如何 而且近来 听说 北韩和中国的关系都相当差 是的 如果你加上这件 是不按牌理出牌的 总统 其实世界局面相当难逐温 而你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现在连摸底的条件都未存在 他自己那边可能 找谁去做国民国卿都在思索 你听说外界的报道都说 习近平和他第一步的接触 其实都不是太理想 是的 在这样的处境 你要去考虑下任特首的人选 其实是 如果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 是比较难处理 比较难的 特朗普的出现 当然他是一个性格很突出 很容易口出狂言 或者有惊奇的惊人举动 但亦可以很温和 亦都是很持平 但这种总统的出现 就是会有很多人 很多其他幕僚 或者其他的资本家 或者其他的势力 借这种人来出怪的政策 试探式的政策 也好实际有内涵的怪的政策 或者其风突出的都会有 所以面对这些事情 就是中国近年 次处和美国作对挑衅 首当其冲的就是对付中国 我们也历史说过 你不需要搞其他事情 你只是一个对华的贸易政策 他不需要从人境角度出发 我也不相信他会 如果以这个人的角度来说 他可能用贸易的建能力去玩 但美国的国会 亦可以出另一样东西 就是香港关系法 这是其中一张牌 这是直接针对香港的 现在特朗普未上台 传闻会进入内阁的两个参议员 都已经说了香港的自治 和香港的法治 是近年在这一年受损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信息 你在这个时候去说这番话 第一件事 你不要说他将来会议到 他其实会看香港的局势变化 这是一个给中共领导人的信号 首先如果你说是用一些比较通组的说法 就是可能在明年的上半年 会有些下马威 先给一些东西看看 多数会 先给一些东西 新总统上台一定是在南海 找飞机 至少要飞进去到岭海尝尾 以前江泽民时代也试过 跟着特朗普上台 应该是不止的 但我觉得奇怪 现在比如说 香港的笑学家 你说来说 找一下柏龄匡 去和他辩论 有或是去英国 其实最多美国外 真是有实力 就是美国佬 起碼找美國領事談一談 所以不要怪我 膽量的問題 我多一口,其實還不應該歸英 如果你真的要搞,應該歸美 因為英國已經是主權移交給中國 中英聯合聲明也是行禮如宜 每年都說實行得好 已經很強硬地踐踏香港的普選法治 英國也是不知一言 除非香港有很大的動亂,或者中國動亂 略略可以 但那些都是要香港獨立後才托去英聯邦 那些是否也能做到 但在這個狀態,找英國就幫不了什麼 不是完全踢走英國 很簡單 說實力真的有實力跟中共談過,就是美國 但美國出聲後,英國人就會落膽 做一些比較精細的方法 修整一下,調整一下 然後又踏了腳過來 但始終那個觸動點就是美國 動就先去美國 所以剛才我說過歸美 其實語法上都有問題 因為歸的意思就是回去了 以前你還沒說過什麼 但現在這個做法就是 先親美,後歸英 這個修詞是否正確? 這個叫頭石問路 小學讀過程語 你不知道路通不通 扔夠石頭,沒有惡狗就走 扔夠石頭,沒有毒蛇出來就走 起碼要夠膽投石頭 所以小學讀過石頭,是因為小學讀過石頭 但再多一招小學讀過 關島其實是托管的 是的 他又不是真的屬於美國的 但就給你管 關島,波多黎國 都是類似特區的東西 他的權力沒有特區 他的主權沒有特區那麼大 但也有若干自治州的主權 美國習慣了有這種東西 但當然他對香港未必會用這種方法 但是他已經有這樣的寬鬆的屬地 以及以他大美國的性格 他要全世界都要關他的事 或全世界都有勢力範圍 你找他,他基本上是有求必應 就是應大還是應少 你那些愚蠢的人 就是在台灣中東蔡英文 英國那些門路都問錯了 你問一下美國 即使總統不問 他相關的參議員都會見你 黃之鋒也會見你 黃之鋒也會見你 黃之鋒是當選議員 又被人DQ了 他一定會招呼你 是的 所以我覺得 都是有少少 真是未夠班 不過剛才說的話 就不要大家入陳文帥 因為那個是我的個人意見 因為陳文就很反美 反美也要跟他建立關係 在反對之下建立關係 你現在在美國開始發掘一些接觸的老師 接觸的方法 我覺得是應該的 當然大家知道 如果你去哈佛讀書 你已經有這個機會 甚至你如果去哈佛讀書 你不回來 香港的司法制度也都出來不唱 沒有辦法 他只要說回到香港會有不公正的審訊 對方都會拒絕香港法庭的引渡 這個不是問題 不是問題 因為97年之前我試過 我記得有一件案件 不是說去到聯邦法院 一個州的法庭 你回到去都不知道 是不是一個公正的審判 尤其是現在這個狀態 好 就給你政治庇護 就給你不准不准 不要入正義庇護 不准你引渡回來 這樣已經可以了 可以安心去那邊讀書 當然他在香港留下很多麻煩 或者一些不負責任 但是算數了 既往不救 都不是既往不救 就是給你一條後路走走 那些叫蘇州市 這個也是一種方法來的 剛才我們說了一個國際關係 其實香港自身的問題也相當之嚴峻 我覺得如果這個特產人選選擇 如果選錯了 其實香港2017年會相當大動盪 甚至我懷疑會是我們自己 有生日來都沒見過 沒見過的動盪 人大釋法已經沒見過了 政府告立法會 告到這麼出面 已經是少見 然後人大又踩下來 然後法官又按照人大釋法來判 又不是按照香港的司法動立來判 已經是匪夷所思 然後又說要取消很多宣誓期間 加野那些 大體上都是反政府議員的資格 泛民也都不會開心 我們這邊 本土派或者城邦派 葉普成這邊也都是在選舉上失利 亦都是不開心 又不滿 加上那一年 又有人民幣貶值 然後又有小人來光顧買東西 起碼市面忽然間會蕭條 然後又有大部份 很多比較不太技術性的人會失業 產生的問題不是那麼容易應付 各樣東西加在一起 這個有點像以前 可能比起0371之後 或者沙士更加厲害 因為不是疫症的問題 疫症都是天災 或者是預計不到 大家的心都伏 那些是控制不到 但是經濟衰退那些 那些人會要求政府做很多事 所以特首不好 或者是處理事情差應變慢 然後其他很多人就會 或者境外勢力 很多人就會有機可乘 就會動手 這一點我覺得 都可以從一些日常生活 再加以補充 其實香港我覺得 慢慢有一點踏入 這個特尼西亞事件的一個氣氛 特尼西亞的不厭其煩 你講得好像 有一位讀完大學出來的 他在街上做小販 因為沒有工作 然後被那個女警察 當街刮了她一巴掌 然後她自焚 然後整個特尼西亞爛起了 你一爛起了 然後就上阿拉伯之春 大家記得前一天 在屯門都有個婆婆 在街擺街檔 如果你說以前的 可能警告之後 有事件 都不會趕盡 現在問題是 不知趕盡 即是她在食環處 做這些行為時 有街坊出來會吵 其實你會看到 初步有這個社會氣氛 你一旦如果處理得不好 或者高壓政策 你隨時引起 小規模的社區的衝突 久而久之 這些衝突累積 其實會變成一個大衝突 你就不要看 我按住這裡按住那裡 不是這樣 因為為什麼呢 你香港的資訊流通 是相當相當快的 在內部已經很快 譬如說 那時候發生 可能十多分鐘 就在Facebook的影片 有圖片有解說 接著已經有很多人 為他出去了 各自是 事事事宇 以為沒有那麼多人 怎知道出到那麼多人 然後有膽一撞 那些人對警察的威信 或者對警察的執法公正 也是沒有了信心 只要是 稍微衝撞 或者少點意外 撲傷 或者有人扔東西 一控而上 就是 這個就是交給 任特首處理的事情 是啊 但是我想現在 這個689 有一個心態 就是以前毛澤東說的 大亂之後有大致 那些人現在 出來了 然後他打你一招 就徹底解決問題 他有這種心態 我猜他是一些 舊時代的人 但是你的技巧上 你做不做到這個 你到時失手 你做了另一件事出來 這個我就覺得 你真的自己去想想 用不了的 因為你大規模拘捕 始終的法庭 說一下證據 還有你不可以用毛澤東那裏勞改 打一身 批鬥 那些 香港用不了的 但是我想他有這種傾向的 他覺得可以在香港做 如果他連任的話 我猜他現在也有一個想法就是 你可能大規模上司大規模的DQ 你那些部分的現任議員 做到這件事 就得到中央的肯定 但是 如果就算你做到未來這幾年 那個社會的動盪 你承不承擔得起呢 這個就是 北京自己本身 但是你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事情不是以一個人的主觀願望去決定的 你加上那麼多因素 剛才我們說國際因素 香港因素 中國因素 這叫做完美風暴 基本上見不到有好東西出來 我以前競選的時候 提出這個2017年 將這個基本法永續 那個議程 起碼未必實行到 但起碼是廣泛宣傳 和聯絡各界 當時是一個想法 唯一是自己用香港本地人 用一個方法創造一個理好因素出來 緩和一些東西 亦希望我們香港可以有一個行狗憲法 可以見到國 但這個已經打散了 被港共和泛民打散了 所以唯一人創造出來的東西不見了 接著來的是客觀自然環境那些 那些就是貴客自理 你搞定它 現在的情況會不會有像一輛車 落近斜路 但沒有了手掣 沒有了手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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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面有一大群人 等著一輛車送東西給他 大家在衝 這個就是經濟走下坡的時候 輛車載著很多貨幣 這是英國文學裏面的比喻 我想你都很熟悉的 就是Mathano其中一個詩裏面 應該沒有記憶的 Dover Beach 一個比喻 Armies of the Night 這個說話是怎樣解釋呢 就是在黑夜裏面 那些人沒有光 打來打去 其實都不知道是不是殺了自己人 是的 不知道 兵方馬亂 對 這個翻譯 叫兵方馬亂 現在那個局勢本身 香港的局勢本身 我想是相當之悲觀的 但是這個我相信也都不需要說 我們放棄 這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去到最壞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很多一些新的機會給大家 如果你選擇留在這裡去見證這個改變的時候 我相信也都可以盡一分力 即使就算你不出來 你也可以做一個很冷靜的分析 究竟跟著走下去會怎樣 但是我始終相信一樣東西 就是去到現在 像剛才我說的悲觀 我的意思就是 其實會出一次比較大型的一些動盪 但是如果好像以前 我自己一直去 希望香港可以做到 保存香港的文化這件事 我日益有信心 因為現在無論那個局勢 怎樣變為也好 香港人的治國精神 其實已經在這幾年鍛鍊了出來 提升了很多 對於中國的劣質文化 我們在這裏保存華夏文化的精神 儘管仍然是佔少數 但是這個少數本身其實是有相當強的信心 相當強的原則性 以及相當強的戰鬥力 這個就是在黑暗裏面 我們見到一個光明的地方 是吧 這個就是 治國要靠什麼去保證呢 陳環其實有很精彩的理想 我們下一節回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我就看 你要先做什麼 你快點 然後 你多教一下 我 médi 我來 我來 你 我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